疫情有升温确诊处攀升迹象 台北市长蒋万安上任后马不停蹄 日前视察台北市立联合医院 听取相关简报和防疫措施 确保整体量能充足 再来也会召开跨局处防疫会议应变 确保医疗量能让市民安心 曙光就在面前 我们继续努力在卫生局 在台北市所有的医疗院所得通力合作之下 特别是跟市长报告 我们联合医院在疫情上面 是我们台北市投入的资源最多的 而且接下非常多的紧急任务 我们都知道防疫系统作战 会有非常多的决定 非常多的动作都要在最快最短的时间内来完成 跟市长报告 我们剥皮疗的快筛战 就是这样在非常一个紧急任务的情况下来开启 和平医院担任我们剥皮疗的主战 当然待会市长会认识我们各院区的主管跟同仁 他们也都投入相当大的心力 来全力支持这样的一个筛检 当然后续还有车来术还有精子的门诊 以及风讯诊疗的门诊 也都是在我们联合医院快速的资源之下 在台北市首先来成立再扩展到其他台北市的医疗院所 所以在这边代表局里 也不用这个机会 谢谢我们联合医院 各位院长各位主管各位同仁 那我想最重要的 希望能够确保相关的医疗资人力 整体的量子是充足的 而且下个星期 也会召开一个跨局处的同仁点会议 来确保整个量子 当然同时我也提醒市民朋友 也就是我们目前的疫苗不同量是充足的 而且会持续提供接种疫苗的服务 所以只要有需要的朋友 都可以上网医约 确保极高自身的保护力防范性的经验 其实昨天我们也听了 卫生局的相关报告 特别着重在街下 我们因应最近疫情 确诊数攀升的状况 以及明天话令晚会 预见人潮一定会非常多 再来一次农例春节 与当中会 所以我们当然是调及重言 预提 我们这个部分 一定是要来非常严重 认识的变化 我们绝对呼吁相关的民众 有医疗 都可以持续的上网预约 因为对于自己本身的肌膀以外 防范相关的新的变异株 其实我想对于整体的 绝对都是好 我们其实已经着手在盘点 台北市整体的医疗量 所以不管是增加床道病床500床 或是私人机构的补助 其实我们都会倾诉提出相关的方案 请市民朋友放心 市林地检署 侦办高端疫苗公司设内线交易 蒋万安视察联一受访指出 市林地检署去年6月 就已经成立专案小组 他从去年就不断提醒魏明把关 全国民众都在关注 希望相关单位清楚跟民众交代 高端从研发到制造的过程当中 透过很多讯息的释放 特定讯息的释放 造成以下劇烈的波动 而造成内线交易的疑虑 那其实当时微博部 也没有对外清楚的说明 整个采购的疑虑 甚至包括当时总统 院长也都出来立体 其实市林地检署 在去年6月 就已经成立了专案小组 而经管会也移送9次 9次移送相关资料 但是这一年半来都没有动作 昨天还兵分16度 那我想讲的是 从去年开始 我就不断不断的提醒检验 然后为民众把关 那我想接下来 其实全国民众都在关注这个事情 我相信 也希望相关单位勿往勿纵 然后很清楚的跟全国民众 有一个清楚的交代 另外蒋万安也来到 联衣和平负押隔离病房 为病患及家属加油打气 那我们的那个团队非常的坚强 其实坚负了台北市非常重要的 真的谢谢大家 这个任务这样 那我们其实这个病房 是从106年开始 那个总监 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那今天能够有机会来到我们联衣和平院区 那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保重身体 早日康复 也谢谢我们和平院区的所有医护人员 大家辛勤的付出跟努力照顾大家 那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平安健康一切顺心 谢谢 现场市长致政未老红包 与员工合照 同时喊话 为接下来的疫情可能升温 做好准备 好我们临隐正在 在 市长放大 放 记者温云君台北报导